第451章 雪脉之力 形势危急 凌云身子直退 退的同时 还不忘冷哼道 梅风天 想必你很想念你儿子吧 现在我就让你再见见他的遗物 雷蛇短剑 刺势八柄雷蛇短剑被凌云甩出 然后在空中疯狂凝聚 继而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雷蛇 雷蛇在空中盘踞 身上激荡出一股股令人感寒的气息 但雷蛇并未降落 它就盘踞在上空 无尽的剑光陡然在场中闪烁 那剑光之中蕴含着巨大的颤力 雷耀阵杀剑 第一层 百颤之力 给我灭杀 凌云手中的青龙战剑陡然颤动 颤力激荡四方 整片空间都是疯狂扭曲了起来 雷风天的攻势顷刻皆轰然破碎 雷耀阵杀剑 第二层 两百颤力 继续灭杀 雷云并不被雷风天任何喘息的时间 手中的青龙战剑再度舞动 一股笔之鱼刚刚还强强势无比的颤力 如同水波荡漾一般 朝着雷风天激荡而去 你个畜生 任法三千 为任之浪 可震山河 见到雷蛇短剑 雷风天更是怒不可遏 咬牙切齿 整张脸争鸣到了极点 手中的铁刃依旧挥舞 整个身前瞬间如同形成了一股巨浪一般的攻势 攻势与雷耀阵杀剑怦然相撞 如同火星撞地球一般 双方攻势旗鼓相当 须与之间全都化为基粉 雷耀阵杀剑 第二层 两百颤力 外加雷之奥义 杀杀杀 凌云丝毫没有留守 将他现在所掌握的这套手段施展到了极致 无尽的剑光涌动八方 最后急于一体 再度抱涌出巨大的颤力 同时空中盘踞的雷蛇咆哮一声 如同山岳崩塌 从天而降 直冲梅风天而去 任法三千 为任之风 可动乾坤 雷风天显示出了他的沉稳和老练 即使在凌云的这等强攻之下 却并未自乱阵脚 手中任法 再度暴涨 在他身前 凝聚出了一句巨大山峰 山峰之法 任光无限 但显然他对这一招还未完全掌握 再加上他仓皇出手 以至于这等攻势在凌云有条不紊的手段下 有些相形见处 雷耀阵杀剑将山峰切割成四分五裂 雷蛇降临将其轰炸成鸡粉 最后雷之奥义的奥义之力扩散四方 重重地轰在了梅风天的身上 将梅风天的身子彻底轰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梅风天后方的一处岩壁之上 令得那岩壁上直接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扑扑 金红的鲜血 从梅风天口中吐出 梅风天的身子从岩壁上砸落在地面 面色顿时间难看到了几点 此时此刻 周围众人瞳孔放大 无语凝夜 毫无疑问 他们已经被惊恶地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频频交手后 林云竟然再度占据了上风 而且这一次还给了梅风天一记重击 这个结果 完全不是他们之前所预料的 不过 这记重击并未对梅风天的生命造成威胁 天舞镜二重舞者毕竟也不是吃素的 他强压制住翻腾而出的气血 努力地站了起来 这一刹那 无论是看向凌云的眼神 还是浑身上下的气息 都已经冰冷到了极点 麒麟府的人 都给我过来 梅风天一生命下 麒麟府众人面面相去 脸上都是充满了畏惧之色 但在梅风天的淫威之下 众人还都是朝着梅风天靠近了过去 嘖嘖 梅风天 你以为现在靠这些小罗罗就可以保你性命 凌云笑咪咪的看着对方的举动 梅风天必须死 不是单纯地因为替夜舞生等人报仇 光是这梅风天跟梅青哥一个德行 都不依不饶地想要自己死这一点 那就注定了他的死期 靠他们 你以为老夫还会轻视你 梅风天眼神杀意汹涌 但他并未急着对凌云痛下杀手 而是将魔爪伸向了麒麟府的同府众人 一番公事 出其不意地轰在了麒麟府众人身上 啊 只听见一道道尖叫声 所有麒麟府的弟子全都死绝 这一幕 看待了周围所有人 这梅风天干什么 杀不了凌云 就拿他们麒麟府的自己人泄愤不成 如此血腥 如此毫无人性 可真的只是泄愤吗 非也 当梅风天将所有麒麟府的人杀之 他的身体至上陡然间血气大涨 凌云可以清晰无比地感受到 那是一种催动血脉之力的过程 这梅风天竟然还掌握血脉之力 事实也正是如此 当那股血脉之力扩散开来 弥漫在麒麟府众人身上的时候 麒麟府众人身上的气息全都不断消敏 最后汇聚到了梅风天的身体之中 一下子令得梅风天身上的气势大涨 那股气势 恍若风暴骤然而起 如日中天 狂掠四方 特别是他身体周围 血气如虹 如同从炼狱之中爬出来的死神 周围所有人都是心神震撼 如同见到什么妖魔鬼怪 我早就听说梅风天身怀血脉之力 血战八方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我的天 这血脉之力实在是太霸道了 窃取他人武道之气 从而增强自己的战力 没想到他为了杀眼前这小子 竟然屠杀自己人 从而强化自己的血脉之力 在血脉之力的加持下 这小子估计离死不远了 众人小心翼翼 你一言我一语 无故对梅风天充满了敬畏之色 灭障 老夫这等手段升平直使用过两次 但凡领略过我这等手段的人 都不可能再活在这个世上 这是第三次 你能够死在我的血脉之力下 你应该感到无比荣幸 略显悲愤的声音 从梅风天的口中道出 他从未想过 会被凌云逼到这种程度 但是已至此 那他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 弄死凌云 凌云面色骤然凝重了不少 特别是感受到对方身体上 那不断抱勇而起的气势 这种凝重就更是严重了几分 但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 事情发展到了这重地步 凌云也自然不会就此退缩 于是凌云心底一沉 见量地让自己镇定下来 随即故作淡然的望向梅风天道 区区血脉之力罢了 老家伙 你以为就这点手段就能吓唬住我 第452章血战八方 听见凌云的话 所有人都是不惊艳了几口口水 卷脉之力 管区区 光是这份气势 都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 威风丧胆了吧 这小子如此泰然处之 难道他还有手段 可他如此年纪轻轻而已 怎可能还掌握更加强大的手段 各种疑问 各种纳闷 各种不解 不断萦绕在众人的心头 以至于所有人的目光拳 都齐刷刷地落到了凌云的身上 他们都想要看一看 在面对梅风天这等强势 无比的血脉之力下 凌云又该做何反应 灭障 死到临头 竟敢还敢口出狂言 去地狱给我儿子陪葬八 却战八方 唯风天如同一头彻底暴怒的雄狮 雄狮一怒天地颤 唯风天如同斜着一片雪光 朝着凌云暴冲了过来 这一次 他没有施展什么强大的手段 单纯地就是以拳掌攻势 却给人一种无比简单和粗暴之感 凌云双眼一鸣 无畏无惧 没有任何怠慢 雷尸变 雷笑神拳 一拳轰出 最后与梅清歌的拳掌交铺在了一起 在这等碰撞下 凌云连连暴退 最后更是被梅风天一拳震飞数十米远 体内气血紊乱 差点鲜血狂吭而出 你不是肉身实力强吗 你不是很狂妄吗 现在我看你拿什么抵挡我 我又看你又有什么狂妄的资本 给我死去 雷风天不依不饶 丝毫不给凌云任何喘息的时间 灵力的攻势 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疯狂而至 凌云无可奈何 龙暴神通 雷尸变爆发 雷笑神拳爆发 噼里啪啦 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不断汇聚到了凌云的身体之上 无尽的雷光不断在凌云身体表面闪动 轻刻间就将凌云装点得如同一尊雷神降临 雷神一现 雷笑神拳就如同怒笑海浪 怦然打出 但让凌云万万没想到的是 即使是在龙暴神通的爆发之下 自己的雷笑神拳也未能在眉风天手中拿回优势 反而身子再度被梅风天的攻势轰飞十几米 一口心红的鲜血更是抑制不住地突出 果然 他已经潜力即穷 已经没有跟梅风天一战的资本了 梅风天这血战八方的血脉之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简直就是霸主级别的存在 那小子死定了 见到这样的场景 众人都是不禁议论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凌云节节败退 根本不是梅风天的对手 但凌云并未就此放弃 整个人依旧处于紧绷状态 不站到最后一刻 他都不会认为自己会输 凤凰节天指第三指 天凤指 一只古老的巨指破碎虚空而出 最后幻化成一只美轮美奂的天凤盘旋在了高空之中 去 凌云不愿再被动挨打 所以选择主动出击 则则 没想到还有点手段 只不过这点手段现在在我面前屁都不是 给我破 梅风天一阵冷笑 手印变化 一道巨掌凭空凝成 与天凤凶猛对碰 对碰之后 可怕的声势并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种平静 天凤指在梅风天的这一掌下 竟然悄无声息 尖救支离破碎 彻底消散了 见到真姐 入门见识 凌云没有气馁 她认为 梅风天的这等血脉之力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毕竟 人体之中的血脉因子本来就有限 燃烧血脉因子觉醒出来的血脉之力自然也不可能源源不断 用强势无比的攻击 却耗尽她的精力体力和血脉之力 或许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雕虫小技 见到凌云再度出手 梅风天依旧嗤嗤以鼻 很快又轻松将其抵挡了下来 接下来 龙母剑爵爆发 杀神三剑爆发 逆世神谋爆发 雷药阵杀剑爆发 几乎所掌握的手段 凌云全都不遗余力的甩出 而对于凌云这等花式出手 周围的人也无不惊讶 那一套套手段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毁灭级别的存在 就连梅风天都是微微诧异 但也仅仅只是微微诧异罢了 因为在血战八方的加持之下 梅风天依旧是较为轻松 就将这些招数全都抵挡了下来 哈哈 小子 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使出来 梅风天还想看一看 凌云在那眼闭后的空间之内 到底还获得了什么好东西 凌云面色凝重 没想到在使出了这么多攻势之后 不但没有让梅风天有任何损伤 反倒是令得自己的精力耗费了不少 这无疑就是一个噩耗 看见凌云满脸凝重的样子 梅风天冷笑连连 既然你没有别的手段 如今体内灵力又匮乏 那你也就没有再活在这个世上的必要了 梅风天眼神陡然一冷 一股浓浓的杀意清客 煎爆发到了极点 拳击 他手中再度出现了之前那把铁刃 刃法三千 为刃之风 可动乾坤 梅风天不再有任何耽搁 手中刃法 抱涌而现 区域之间 便是在他身前 凝聚出了一具威鹅巨风 山风遮天蔽日 刃光无限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一致认为 这一场战斗要结束了 却在这时 九道身影从人群外暴力而来 老大 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 正是叶武生和云青雪九人 云青雪见到烈火宗的人都已经死了 他大概也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但是已至此 他已经不愿再去纠结烈火宗和凌云之间的取舍问题了 他跟着自己的心走 他的心告诉他 绝对不能让凌云有事 既然你们来了 那就跟我一起动手吧 凌云面色一鸣 看了云青雪和夜武生等人一眼 云青雪和夜武生等频频点头 玄疾纷纷出手 江龙阵 起 云青雪轻喝一声 斩虎阵 起 夜武生同时喝到 困喝阵 起 九蟒阵 起 赤娇阵 起 其余人纷纷施展各自的阵法 九道阵法 迅疾出现 一头头巨大的兽影不断在空中凝聚 有龙影 有虎影 有鹤影 有蟒影 等等 第453章致命一击 这些人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似乎每个人都在施展一套阵法 而且这些阵法之间又相互有着某些联系 为何我有种感觉 这些人凝聚而出的阵法会很强 见到云青雪和夜武生等人出手 众人都是不禁挑了挑眉 这些都是你的同伴 那想必杀我儿的人也有他们吧 既然如此 那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死 铁刃一出 势不可挡 雷锋天不打算再给凌云等人有任何喘息的时间 那一刃下 威鹅巨峰便是以毁天灭地的势头朝着凌云等人的身体砸了下来 那番声势 前所未有 至少比至于之前没封天施展出这套手段要强了不仅仅只是一心半点 给我您 千军一发之际 凌云低鹤一声 全集 所有人就惊恐地见到 云青雪和夜武生等人所施展出的九头巨兽身影 开始不断融合在了一起 伴随着这等融合 一头十分古怪 但却散发出一场恐怖气息的兽影不断在空中显现出来 那具兽既有龙的特点 又有虎的凶猛 既有鹤的飞行速度 又有莽的灵魂多变 既有蛟龙的攻击力量 又有 总之 即所有攻势于一身 化万千力量于一体 吼吼 这头古怪兽影吼叫一声 给人天崩地裂的声势 随后 就在凌云的操纵下 朝着那巍峨飓凶猛地冲了上去 轰轰 天地震颤 整片山谷陡然间安静了三秒钟 但三秒过后 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 蒋声在耳中轰炸开来 让不少人都是叫鼓不迭 但更让人痛苦的是 两股气势相撞后所激荡而起的能量风暴 那股能量风暴要多凶猛有多凶猛 要多强势有多强势 甚至比至于凌云和霉风天的之前的可怕手段还要更加恐怖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当古怪兽影与巍峨巨山不断相互摧毁 最后双双轰炸开来后 更是助长了这股能量风暴的气势 以至于让这股能量风暴可以媲美一套超越天阶上乘武学的威势存在 啊啊啊 周围一道道惨叫声传出 本来只是看热闹的众人 在这股能量风暴下 不少人都是被直接轰飞 身体之上多多少少都受了一些伤 至于凌云 云清雪和叶武生等人 身体也受到了这股能量风暴的冲击 最后毫无抵抗之力的道飞了出去 整整飞出了上百米的距离 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所有人都是口中鲜血喷出 俨然受伤不清 但他们都没有在意自己 而是目光死死地盯着场中的霉丰天 不仅仅是他们 其余众人的目光也未曾从霉丰天的身体挪开过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霉丰天的身子同样是受到了能量风暴的冲击 也同样是道飞了出去 但只是道飞出去了数十米的距离 虽然他身上的气息消敏了不少 甚至面色也有点苍白 但相比之于凌云等人 那还是要好上不少 至少 他很快就爬了起来 然后撑着身体一步不靠近凌云等人走来 小畜生 没想到你们连我都能够积伤 不过这也就是你们最大的能耐了 确切的说也只是你们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次出手 霉丰天音侧侧地笑着 但凌云却从她的身体上观察到 霉丰天身上的血脉之力正在不断消敏 也正是这个原因 即使霉丰天身体受伤 她还是迫不及待的站了起来 然后强撑着身体 朝着凌云步步紧逼而来 目的就是为了在血脉之力彻底消失之前 给凌云最后致命一击 至于一旁的段月宗等人 那段月宗的长老公丰自然也想要出手 甚至刚刚在凌云与梅丰天交手之间 他就有好些次打算出其不备 给凌云致命打击 但他终究都没有出手 因为滕海宗的郭契等人一直在盯着他 他知道一旦自己出手 滕海宗的郭契等人恐怕也会拦住他们 以至于他们一直在一旁看着 但好在一切都要结束了 那小子终究不是梅丰天的对手 梅丰天 你以为你真的能够杀得了我 看着梅丰天步步走来 凌云嘴角轻松 淡然而道 所有人都想不到 到了最后这一刻 凌云竟然还如此死鸭子嘴硬 但想想也正常 临死之前说几句硬气的话 总比维维诺诺认怂的好 哈哈 梅丰天只是大笑一声 却并不跟凌云多说任何废话 其体内所有的气息 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 最后汇聚到了他手中那把铁刃之上 顿时间铁刃光芒大药 凌云知道 以梅丰天现在的身体状态 已经无法再施展出之前那等强招 他现在所能施展的只有那把铁刃的宝气之威 来吧 凌云不但没有任何惊慌 下一霞 竟然也是使出浑身解数 整个身体如同一枚炮弹一般冲了出去 那凶猛的一道掌印竟是直接朝着铁刃迎接了上去 空手接白刃 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是吓了一大跳 凌云身体重伤 根本施展不出强大的攻势 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真宝及宝气的宝气之威 这不就是送死吗 就连梅丰天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他手中的力道不减反增 这一任势必要将凌云彻底抹杀 但他们却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凌云的故意为之 目的也就是为了让梅丰天掉以轻心 事实上 在凌云出手的瞬间 他的口中便是念出了一道晦涩难懂的口诀 以魂为影 以毛为公 灭魂无形 斩神无当这套口诀到出 凌云通过魂纹悲索凝炼而成的魂力不断暴涨 其心神一动 那股魂力便是被其殉疾控制 然后不断的凝聚 眨眼之间就不断在空间形成一道长矛 长矛之上 魂力激荡 顷刻间 仿佛天地都要炸裂开来一般 那赫然正是之前凌云所掌握的魂迹 灭神矛 如若之前梅丰天在全胜状态 这等灭神矛所能表现出来的效果恐怕不会有太大 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 梅丰天已经受伤 他所有的余力都用在了最后一击之上 甚至对凌云调以轻心 没有将凌云放在眼里 可以说 这正是使用这一套灭神矛 给其致命一击的大好时机 第454章就此别过 灭神矛一出 水雨争风 至少梅丰天无法与之抗衡 以至于梅丰天的攻势还未落到凌云身上 却已经遭了灭神矛的重创 灭神矛如同洪水猛兽一般轰击在他的身上 将其灵魂都恍若冻穿了一般 梅丰天那攻向凌云的灵力攻势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他身体重宠往后倒了下去的一幕 只听见碰的一声 如同敲响了所有人的心房 让所有人都是心神猛地震动了一下 明明是灵魂必死的局 却万万没想到 那先倒下的人是梅丰天 而当所有人见到灵魂整个人 如同半跪一般的停在了场中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时 他们心中的震撼就更加无以复加 终究 还是这小子赢了下来 唯有一人 自知自己难有退路 于是在众人都处于一片惊异中时 已经率领他们宗门的弟子 朝着灵魂迅猛无比地杀了上来 毫无疑问 正是断月宗的公风等人 趁你病 要你命 现在灵魂受伤 面色憔悴 正是击杀的最佳时机 但他们的攻势还未落到灵魂身上 却被另一群人抵挡了下来 不是别人 正是腾海宗的众人 郭气 你干什么 公风怒气腾腾地喝道 却换来郭气坚定的话语 他救过我徒儿的性命 就算是我徒儿的恩人 任何人都别想把他的主意 包括你们断月宗 是个人都知道 腾海宗这是想要拉拢灵魂 如若真像郭气说的这个原因 在梅风天对灵魂出手的时候 郭气等腾海宗的人干嘛去了 为何不出去 说到底 就是看到了灵魂和梅风天的战斗后 认定了灵魂的实力 所以现在才如此表态 事实上 众人都觉得腾海宗这等做法很聪明 从一开始就没有怎么跟灵魂树敌 甚至之前还帮过灵魂一把 在这一点上几乎跟麒麟符合段月宗等 纷纷要杀灵魂的人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那你想怎么样 公风冷冷地看着郭气 郭气看了灵魂一眼 随即又对腾海宗的众人道 所有人听着 将段月宗的人一打尽 一句话再度表面了他要拉拢灵魂的决心 郭气很清楚 以灵魂之前表现出来的态度 是绝对不会放过段月宗的 反正他们腾海宗和段月宗素来不合 不如就顺势拿段月宗做一个嫁衣 来拉拢跟灵魂之间的距离 什么你敢郭气 莫非你是想要挑起我们段月宗和你们腾海宗两大宗门之间的斗争不成 公风气急败坏 却于事无补 杀郭气震鼻一挥 率先出手 直奔公风而去 公风只是天舞进一重后期舞者 又岂是天舞进二重初期的郭气的对手 一番交手后 公风直接身陨 至于段月宗其余人 就更是不堪一击 不久之后 段月宗所有人全体阵亡 煞时间 现场一片死寂无声 青龙玉和白虎玉一共六大宗门 最终竟然唯有腾海宗存活了下来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是一个之前默默无闻 几乎没有任何名声的小子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无名小友 你没事吧 郭气走到凌云身边 对凌云十分客气地问道 凌云也不是杀人狂魔 更何况他与腾海宗本就没有任何恩怨 而且对方也算是帮了自己 于是摇了摇头 我没事 一边说着 凌云一边盘腿而坐 与此同时 他直接将吞天熔炉和吞天血脉给施展了出来 吞天熔炉一出 一股诡异的波动就弥漫了周围 所有已经死绝的尸体之上 顷刻间 其余所有人就又是惊恐无比地见到 那些尸体全都一点点化为干尸 而其体内那雄魂的气血和武道能量全都如同海纳百川一般 朝着凌云的身体上汇聚而去 见状 郭气心头一横 立即命令腾海宗所有人往后暴退而去 云清雪和继承等人也在腾海宗等人的帮助下 退到了安全位置 场中 唯有凌云气势和气血暴涨 他该不会是要突破了吧 所有人都远远观察着凌云一举一动 有眼尖者更是忍不住吞了好几口口水 瞳孔愈发放大 却在这时 砰 一股气势 如日中天一般暴涌而起 那股气竟激荡四方 令得四中风起云涌 烟尘滚滚 也就在这等声势下 一股天舞进一重中期的羞为气息陡然扩散四方 当这股气息压迫在周围众人的身上 让得众人无不惊恶 他竟然真的突破了 这是什么手段 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在烟尘滚滚的烟雾之中 一头巨龙虚影突然在空中凝聚 虽然只是短短一煞之间 但即使如此 却也让凌云惊喜不已 当即神石散入自己眉心 却见到那条象征着自己血脉之力的巨龙 已经有了苏醒的迹象 凌云相信 用不了多久 血脉之力就将彻底觉醒 到时候 凌云就可以像眉风天河建制一样 依靠血脉之力或许可以爆发出远超过现有等级的战斗力 接下来半个时辰 凌云一度盘腿坐在场中 利用欲清鲜灵露和万物复苏绝调吸身体 这半个时辰内 没有一个人敢打搅他 包括滕海宗的众人 所有人都在一旁静静地等着他 就连丝毫声音都不敢发出 直到半个时辰后 凌云自己站了起来 郭气和维琪等人方才凑上前来 郭气则是非常开门见山地对凌云道 无名小友 因我看你和你的这几位同伴都已经受伤 此行风神古也这般劳累 不如就去我们滕海宗休息数日 我滕海宗一定盛情款待 维琪也笑脸相随地附和道 无名兄弟 这一次你杀了青龙玉三大宗门和白虎玉两大宗门这么多人 他们恐怕都不会轻易放了你 不如去我滕海宗暂避风头 以我滕海宗的实力 他们就算是知道你在滕海宗 也恐怕不敢贸然动手 凌云非常清楚他们的心思 但却果断地摇了摇头 抱歉 我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就此别过 说完 就带着云青雪和叶武生等人直接扬长而去 丝毫不与其余人再有任何交涉 第455章到了强势反击的时候 师尊 这无名兄弟还真是尤言不尽啊 维琪看着凌云等人离去 不禁暗叹道 其而 你去青龙玉打听一下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 越详细越好 青龙玉竟然出现了这么一名绝顶天才 而且还是毫无征兆的出现 我总觉得此人来头不小 郭气眼神深邃地道 师尊 他既然无心与我们滕海宗交好 我们也没有必要热脸硬去铁冷屁股吧 为其不解 郭气摇了摇头 其而 并非是我们要去巴结他 而是据我所知 最近青龙玉风雨飘摇 很不太清 无论是麒麟府 还是段月宗 都已经将注意力放到了青龙玉 都企图趁机将青龙玉各大势力拿下 从而增长自己宗们的实力 继而在妄想称霸我们白虎玉 而我总觉得 这名叫做无名的小子不简单 很有可能主导青龙玉的这场风暴 如若到时候麒麟府和段月宗贞的对青龙玉动手 我们也好及时做出回应 不让他们得逞 况且就算没有这些 一名如此天资卓绝的小子 以后的前程也是无可限量 跟他打好关系 总比以后与他为敌好 总之 这件事情很重要 听见郭气的一番分析和解释后 为其立即点头 师尊 我明白了 你放心 我这就和其余几名师弟赶往清龙玉 其实徒二也很好奇 这无名兄弟到底是何方神圣 好 注意安全 郭气肯定地点了点头 随后 为其就带着几名藤海宗的弟子 朝着凌云离去的方向匆匆而去 离开封神谷 凌云召唤出小九 让小九带着自己和云清雪等人 向着龙武帝宗的方向飞掠而去 至于道野秘境 凌云道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那道野秘境的入口禁制 可不是简单的禁制 青龙玉和白虎玉的势力要想将其破开 那将十分困难 当然 凌云也不可能放任不管 等他回到龙武帝宗 会在龙武帝宗打造出一片可以移植到眼菩提树的土地 然后再利用一些超强的手段 以后将到眼菩提树移植到龙武帝宗即可 夜武生 既然你们跟了我 那我也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这是涅槃经器 这些日子我们都会在赶路中度过 你就试着用这涅槃经器 看能否一举突破到天武境 至于其余人 我现在虽然还无法给你们什么保障 但假以时日毕竟也能够助你们尽快突破到天武境 凌云看向夜武生等人 这些人也算是跟自己出生入死过了 在凌云心底已经将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将他们培育起来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龙武帝宗 都无疑是莫大的好处 这般说着 凌云也将之前刚刚从几大宗门尸体中收刮来的空间戒指全都给了他们 让他们自己挑选里面有用的东西 涅槃经器 夜武生是有些激动的 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踏入天武境 说白了就是因为缺少这涅槃经器 如今涅槃经器在手 踏入天武境可谓是指日可待 多谢老大 夜武生和其余人都是对凌云如此不吝啬 而心存感激 凌云则摆了白手 随后看向云清雪 云清雪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是跟着我 还是回猎火宗 凌云其实是希望云清雪也能够加入龙武帝宗的 但他不想强求云清雪 所以将决定全交给云清雪自己 云清雪面露难看之色 但随即还是坚定地达到 凌云 在猎火宗 师尊和几个师姐都是我的亲人 他们对我极好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背弃他们 所以凌云点了点头 明白云清雪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若非如此 这一次他也不会这么帮自己 我懂 那你呢 你此番回到青龙域 无异于又是进入了龙坛虎穴 虽然你刚刚斩杀了一名天舞精二重舞者 但你别小看了我们三大宗门的实力 如今三大宗门联手起来 战力非凡 以你一人之力 几乎是不能够抗衡的 如若你贸然出现在青龙域 恐怕云清雪担忧地道 之前他其实就希望凌云答应 藤海宗的人去藤海宗避避风头 但凌云不愿意 他也就不再劝说什么 凌云也知道 三大宗门联合起来 没有那么好对付 特别是有着江若雪在 江若雪毕竟是前世世冰雪先尊 如今又有着雪魔王的相助 无异于实力更上一层楼 到时候江若雪和雪魔老玉 一定也会有所防范凌云 会是先准备好一些 让人难以估摸的神界手段 让凌云暂时还不敢贸然 杀上三大宗门罢了 至于以凌云现在的实力 已经完全不用再像之前 那么怕三大宗门的人了 就算被三大宗门的人发现 他应该也可以轻松应付下来了 所以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跟云清雪解释了一番 让其释然之后 接下来的时间 凌云等人则是全都进入了修炼状态 凌云着重参悟见到真解 雷药阵杀剑和古神塔等手段 此外 他也会适时地对叶武生等人施以助手 特别是在突破关键时刻的叶武生 凌云几乎是全程关注 不断帮他稳固 让其可以以最好的状态 最快的速度突破天武镜 十天之后 云清雪在就近烈火中的地方独自离开 在他离开不久 叶武生终于是迎来了突破的契机 一举突破到了天武镜 让其激动不已 可喜可贺 老大 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去干什么 叶武生摩拳擦掌 一幅兴奋异常的样子 凌云的目光眺望远方 一座熟悉的宗门宫殿映入了凌云的深浅 那赫然正是之前来过的清蒙玉二流十丽清云殿 去那里 从今天开始 我要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内带领你们打造出一个无人可敌的一流宗门 凌云摇摇一指 他的想法很简单 让青龙玉所有二流宗门实力全都加入龙五帝宗 随后再直接跟三大宗门叫板 甚至逐渐吞并三大宗门 而他第一个要收服的宗门 自然就是跟凌云有些渊源的清云殿 阴忍了这么久 也是到了强势反击的时候了 第456章百眉星辰 凌云没有再使用易容术 而是将其真容露了出来 出于对叶武生等人的信任 他也大概将清蒙玉内的情况大致说明了一下 自然包括龙五帝宗的情况也全都和盘托出 在凌云说完之后 叶武生等人对凌云的敬畏之色就愈发浓郁 同时也更加认定了自己没有跟错人 清云殿一片祥和 就在这时天空之上一片火红色身影从远处暴略而来 不过虚余之间便是停留在了清云殿的上空 毫无疑问正是小九驾驭着凌云等人而来 你们是什么人来我清云殿所为何事 有弟子见到此情此景出声询问 凌云微眯着眼让小九从天而降 落到了清云殿的正门广场之上 但我的视线落到那出生者的身上 倾刻间让那弟子浑身如做针毡一般 顿生毛骨悚然之感 这才过去多久 你们清云殿就忘记我了 看来上一次我龙三给你们清云殿带来的打击还是不够大啊 凌云十分淡然的开口 但他的话一出 却瞬间让清云殿在广场上的弟子面色巨变 龙三 是他 他竟然又来了 这绝对是我清云殿的恶号 他这一次来该不会就是专门来灭我清云殿的吧 我可还记得 当日他如何斩杀太上长老的 这小子实力确实不简单 而且这一次他还带了好几个人来 想必是有备而来 恐怕会更加难以棘手 随着不少人认出凌云 众人脸上的惊骇之色就变得愈发浓烈 上一次 凌云大闹清云殿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场久久难以忘怀的噩梦 如今凌云再度出现在他们面前 无异于就是将那噩梦近距离的展现在他们面前一般 让他们骨子里的畏惧再度抑制不住地抱涌而出 对于众人这等反应 凌云是满意的 这说明自己之前力威力的不错 嘴角轻轻一笑 凌云看向众多清云殿的弟子喝道 不想死的话 就叫你们宗主钦定天给本勺滚出来 本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谈谈 一个滚字 就已经表明了凌云此番前来的态度 反正不会是好事 听见凌云的话后 这些清云殿的弟子哪敢怠慢 一个个脚上抹油一般抛入了清云殿内 不久之后 老熟人清定天就带着众多清云殿的弟子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 当清定天再度见到凌云 美与之间的那股怒气不打自来 自从上一次经过凌云那么一闹 他们清云殿一下子就成为了清蒙玉的一大笑柄 身为一宗之主 倍感脸上无光 这一段时间 他一直在派人打听凌云的消息 但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蛛丝马迹 却不曾想 今日凌云自己还敢找上门来 这一次 他一定要让凌云付出血的代价 心中如此想着 清定天几乎一个字都不打算跟凌云说 当即就看向身后众多清云殿的弟子 所有清云殿弟子听令 祝我开启护宗大阵 清定天没有任何犹豫 他身上灵力抱涌 他身后众多弟子身上同样是灵力抱涌 最后所有灵力全都汇聚到了清云殿的上空 一如上一次一般 清云殿上空顿时间出现了一枚枚星辰 那赫然正是清云殿的星辰烟灭阵 清辰烟灭阵疯狂运转 很快天空就变成了一片星辰之海 但这星辰之海却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轮美奂 星辰每一次涌动都能带着万丈流光 声势浩大 令得不断有着一股股毁天灭地的气息 从那星辰大海之中折射而出 叶武生 你们速速凝震 凌云见到清定天这一次 竟然如此迫不及待的想要对自己动手 眉头稍稍紧皱了几分 随即便是立即对叶武生等人道 叶武生眉头一皱 老大 可我们少了云清雪 就少了一个阵法 根本无法将那个阵法凝聚出来话还未说完 就被凌云打断 你们尽管施展你们各自的阵法就行 听见凌云的话后 叶武生等人也不再有任何反驳 纷纷将各自的阵法施展出来 斩虎阵 起 困鹤阵 起 九蟒阵 起 赤胶阵 起 八道阵法 迅疾出现 八头巨大的兽影不断在空中凝聚 有虎影 有鹤影 有蟒影 等等 可即使如此 叶武生等人也仍旧十分纳闷 找了云清雪的降龙阵 莫非之前那十分强悍的困兽是天阵也还能凝聚而出 降龙阵 起 却在这时 他们耳边突然传来一道熟悉身影 正是来自于凌云口中 在凌云低喝之时 他手印变化 在空中迅疾将降龙阵施展了出来 这一次 叶武生等人方才明白 凌云不但要完成之前属于他的那部分阵法内容 还一心二用 将云清雪的降龙阵也一并施展了 这等状况 让叶武生等人都是大吃一惊 但让他们更吃惊的是 凌云成功了 一道龙影怦然出现 随即与其余八人所施展出来的 兽影不断汇聚到了一起 清晨湮灭 给我杀了这小子 金定天看着凌云等人动手 心头猛然一紧 此时此刻 根本不做任何犹豫 架一杀 在他手指的指引之下 一颗星辰从星辰之海中暴射而出 直接朝着凌云轰炸而去 给我灭 凌云目光一沉 不由得低喝一声 全集 所有人就惊恐地见到 空中九头巨兽身影 开始不断融合在了一起 伴随着这等融合 一头十分古怪 但却散发出一场恐怖气息的兽影不断在空中显现出来 当清定天所操纵的星辰烟灭阵的那枚星辰轰击在那股怪兽影身上 顿时间在空中爆发出巨大的声势 也就在这等声势之下 青云殿的众人都是惊骇无比地见到 星辰烟灭阵的那枚星辰冲击到古怪兽影上 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竟被那股怪兽影一掌拍碎了 百枚星辰 继续灭杀 清定天没有新此手段 这一刻的他已经将星辰烟灭阵催动到了极致 一百枚星辰从那星辰烟灭阵飞出 朝着凌云等人所在的位置轰炸而来 第457章绝不归顺任何势力 望着整整百枚星辰涌荡而来 夜五声等人的面色都是凝重无比 但凌云却面不改色 他也将困兽视天阵催动到了极致 那股怪兽影不断变大 在变大最后足足如同一座巍峨巨山一般 挡在了凌云等人的身前 也就在这一瞬间 百枚星辰全都轰击在了古怪兽影之上 轰轰巨大的响动 天崩地裂一般而起 恐怖的能量风暴 吹拂万里 将周围的房屋和古树纷纷掀翻 甚至整个地面都是千疮百孔 恭贺纵横 场面异常壮烈 以至于青云殿众多弟子 都是忍不住纷纷暴退 但所有人的目光却未曾从场中挪开过半分 他们都想知道 这等碰撞之后 到底谁占据上风 但恰恰也正是这等注视 所有人拜师惊诧无比地见到 古怪兽影和百枚星辰相互抵消 最后双双化为鸡粉 飘散在了空中 凌云的困兽视天阵不复存在 青云殿的护宗大阵星辰烟灭阵也烟消云散 俨然 两个阵法催动到了极致之后 双方短时间内都无法再将其施展而出 这个结果 让青云殿的人面色难看无比 特别是清定天 整张脸都黑了下来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星辰烟灭阵是他们守护住青云殿的唯一手段 毕竟上一次凌云连他们青云殿的太上长老都能够轻易斩杀 他清定天也不认为自己是凌云的对手 如今护宗大阵暂时无法启动 那无异于就让他们失去了左膀右臂 该死 清定天满心怒火 他怎能想到 凌云带来这么几个人 却能够一起施展出刚刚那等声势不凡的阵法来 清定天 你以为这一次我突然到来 是来送死的不成 凌云看着一脸黯淡的清定天 知道对方已经束手无策 这清定天不过区区天舞进一重中期而已 在凌云面前 确实不足挂齿 龙三 你到底想怎么样 清定天阴冷的目光盯着凌云 这一刻 他心底甚至有了一丝动摇 那就是只要凌云不提出太过分的要求 他可以选择向凌云稍稍妥协 凌云也没有跟他打马虎眼 直接了当地答道 本来之前我是打算踏平你们清云殿 但后来想一想也太可惜了 毕竟清云殿也是我们青龙玉鼎鼎大名的二流宗门 所以 我现在决定 你们清云殿归顺于我龙五帝宗 归顺 龙五帝宗 龙五帝宗是什么宗门 我怎么从未听说过 清定天一脸狐疑 凌云并不奇怪 立即答道 连龙五帝宗都不知道 你也好意思在青龙玉待了这么多年 罢了 今日就让我告诉你一次 你给我好好听着 龙五帝宗 就是青龙玉第一大宗门 以后整个神武大陆的超级无敌大宗门 现在让你们归顺 那是给了你们天大的面子 若是以后 你们清云殿就是哭着喊着求着加入龙五帝宗 恐怕都没有这个机会 听完凌云的解释后 众人更是面面相去 什么鬼 龙五帝宗 我怎么闻所未闻 让我们一个二流宗门归顺一个来路不明的宗门 这怎么可以 龙五帝宗 我好像听说过 之前是由一个叫做忌器宗的四流宗门改名而来 随后还收服了三流宗门的风华宗 如今也算是一个三流宗门了 什么 让我们青云殿归顺一个三流宗门 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各种议论声不觉入耳 龙五帝宗的名声还未传播开来 知道的人不多 但也有极个别的人有所了解 当其余青云殿的人得知龙五帝宗旗是一个三流宗门时 眼神之中无不流露出了一丝轻蔑之色 只是 在这等轻蔑之余 众人还同样心存疑惑 那就是眼前这龙三明明实力强劲 为何会为三流宗门卖命 不仅仅这龙三 就算是龙三身后的八人 实力也都不简单 我青云殿绝不归顺任何事例 清定天斩钉结铁地答道 我 林云挑了挑眉 淡淡地道 这么说 你是希望看到你们整个青云殿毁于一旦 你身为一宗之主 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你们青云殿的数百年基业就此烟消云散 饺子 你少吓唬我 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们青云殿已经跟自在宗 以及日月阁结为盟友 你今日对我青云殿动手 就是在挑战我们三大宗门的权威 刚刚我已经将你来犯的信息通知了出去 一旦自在宗和日月阁得到消息 就会立即赶过来 到时候吃不了都遮走的一定是你 清定天恐吓凌云 凌云正愁一个宗门一个宗门去收服实在是太麻烦了 如若自在宗和日月阁的人主动送上门来 对凌云来说无疑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当即就笑咪咪地道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暂时不动你们青云殿的人 吃食物者为俊杰 算你小子实相 清定天微微松了一口气 一旦凌云真的大开杀戒 后果不堪设想 但凌云却果断的摇了摇头 错 我的意思并不是就这样放过你们青云殿了 而是打算就在这里等着自在宗和日月阁的人来 我倒要看看 等他们来了之后 他们如何让我吃不了都遮走 什么 这小子疯了吧 疯了最好 等自在宗和日月阁的人到来 看他怎么死 众人都是微微吃惊 包括清定天 都是满心疑问 他当然不会认为凌云是真的疯了 他很是怀疑凌云之所以敢如此作为 一定是有着一定的把握 但就算疑惑 此时的清定天也没有了其余更好的办法 只能跟凌云一度僵持着 等待着 这等僵持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半个时辰后 确切地说是被天空中一道道破风声打破 那赫然正是属于自在宗的飞行兽 在自在宗的飞行兽出现之后 日月阁的飞行兽也不遑多让 紧随而至 两个宗门终于到来 青云殿的人面色一喜 认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来了 凌云同样心头一喜 该来的终于都来了 第458章不可思议 见到自在宗和日月阁的人 凌云淡定无比 宠辱不惊 不过 却也一丝疑惑 上一次 凌云可是听说 青云殿明明是与自在宗 日月阁和明星宗三大宗门结盟 如今却变成了两个宗门 那明星宗呢 难道这么快 这几个宗门就闹翻了 不过 显然现在还不是纠结 这些事情的时候 凌云看着几大宗门的人 面上风轻云淡的笑着 总算没有让我白等 既然你们都来了 那从今天开始 你们三个宗门都一起 乖乖归顺我龙武帝宗八 我强调一下 这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凌云气势棒薄 在这么多人面前 丝毫没有任何畏惧之色 这不由得让几大宗门的人 都是一愣 这小子有何能耐敢这么说话 自在宗的宗主 自踢今听见凌云的话后 不由得大笑了起来 让我们几个二流宗门 归顺区区一个三流宗门 你小子倒是想得很美 怕只怕 今日你也只能嘴上这么说说罢了 日月阁的宗主曾无道 也接过话去 这年头 满嘴口出狂言的小子 真是越来越多了 今日 你小子竟敢跟我们几个宗门作对 那你就已经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话语 全都落入了凌云耳中 不但没有让凌云因此而退缩 反而还笑得更加明显 果然又是两个农包宗主 就你们这样 还妄想勾结在一起 想要打压和吞并其余二流宗门 真是不自量力 现在我给你们机会 那是给足了你们面子 如若你们不从 那我会让你们的面子荡然无存 清顶天之道凌云的实力不简单 此番见到自在宗和日月阁的宗主等人到来 无异于就是见到了自己的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自然就要好好把握 于是 他当即就对自在宗和日月阁的宗主道 两位朋友 依我看 就别跟这小子再废话下去了 这小子狡猾得很 只不定又在酝酿什么坏心思 直接将其斩杀 一了百了 自踢金点了点头 这小子杀了我们几个宗门的长老和弟子 确实不能便宜了他 直接动手吧 不错 我日月阁的长老和弟子也被他所杀 此番也算是为他们报仇了 曾无道也是同意 全集三个宗门的人都是气势汹汹 一副要将凌云生吞活泼了一般 而且 三个宗门虽然嘴上没有将凌云放在眼里 但却都没有掉以惊心 自在宗的弟子听令 立即凝聚夺命天煞阵 取这小子的性命 自在宗的自踢金利集下了命令 日月阁的弟子听者 施展日月扶生阵 将这小子就地正法 日月阁的宗主曾无道也下令道 最后便是青云殿的弟子施展青云段风阵 一共三个宗门 整整数百弟子 一同施展出三个声势浩荡的阵法来 这三个阵法 灵力无比 还未轰出 就给人一种制霸一方的声势 小子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乖乖自己自行了断 如此一来 或许还能够让你留一个全尸 清定天冷笑地道 但回答他的 是凌云更加张狂的话语 就这点手段也妄想吓唬我 既然你们三个宗门非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今日就让你们吃点苦头 哼 这可是你自找的 清定天冷哼不已 在他身后的众多弟子 和力师展出了一个青云段风阵 煞时间 一座巨大的山峰 就如同山嵌一般 从天而落 朝着凌云狂砸了下来 我们自在宗也动手 日月阁的弟子同样出手 自踢经历及命令 拳击 自在宗的弟子和日月阁的弟子 全都不约而同出手 今可见 三个阵法 以催枯拉朽的攻势 全都朝着凌云猛砸下来 三个宗门的人见状 脸上都是情不自禁 涌现出一抹冷笑 在他们看来 就算凌云等人有所实力 那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三个阵法向寄轰来 凌云他们就算是有三头六臂 也别妄想轻松抵挡下来 在这等冷笑间 三个阵法全都毫无意外滴落了下去 轰猛龙 天地一片轰鸣 暴响连连 如同地震一般 整个现场 更是烟尘四起 所有人都目光紧紧的盯着 场中凌云等人的位置 他们都想看一看 在这等三大宗门合力出击之下 凌云等人到底会变得如何惨烈 时间飞速流逝 一阵轻风拂过 烟尘慢慢散去 但众人面上的冷笑却戛然而止 瞬间凝固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恐 就见到 凌云一马当先 挡在了夜武生等所有人的身前 将那三个阵法生生扛了下来 不但扛下来了 还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在他们看来 这等攻势就算是无法将凌云抹杀 但也至少能够让凌云受一定的伤 可谁曾想 竟对凌云丝毫没有任何影响 他是怎么办到的 几乎所有人心中都是有着这么一个疑问 凌云但笑如风 依旧一副云但风轻的模样 这些弟子不过是第五境六七重罢了 他们所施展出来的阵法能有多强 就算三大宗门数百名弟子都一起出手 那又如何 质量不够 数量再怎么凑也于事无补 光是凌云强悍无匹的雷尸变肉身 就足以让这些所有的攻势化为泡影 别说伤及凌云 就算是给凌云挠痒痒都算不上 自然就对凌云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今日我就让你们知道 自己是有多不堪一击 凌云望向三个宗门的人 气宇不凡 此时 其余不少势力的人也闻讯赶了过来 当他们见到凌云面对三个宗门不但面色不改 反而还强势无比的时候 一个个无一也是惊诧不已 平时 青云殿等二流宗门在他们这些势力面前就是庞然大物 今日却庞然大物却似乎成为了蝼蚁 这怎叫他们不意外 这小子虽然有点实力 但不得不说 他这么做还是等于在找死 一下子得罪了三个宗门 他要想活着从这里离开 估计够呛 依我看 你们也太小瞧这龙三了 上一次就是他大闹了青云殿 让青云殿损失惨重 甚至还被杀了一名太上长老 这一次 他既然敢再来 岂会来白白送死 你说的有点道理 大家还是等着瞧吧 看一看接下来的结果到底如何 众多势力之人议论声不断 这小子有点诡异 就让我们三个宗门的宗主亲自动手吧 清定天提议 刚刚越是惊讶 此时他心中想要将凌云抹杀的心就越是强烈 凌云不能留 一旦让其活下去 以后绝对就是青云殿的噩梦 必须要将其彻底抹杀 在清定天说完后 自在宗的自踢金和日月阁的曾无道当即都是往前站了出来 俨然 他们都从凌云身上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也正是这种压力 也让他们所有人更具杀气 则则 就凭你们三个小罗罗也想要杀我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是在多个你们这种垃圾对我一起出手 我都可以让你们满地找牙 凌云双手还凶 十分臭屁地道 清定天是天舞进一重中期舞者 这次踢金和曾无道同样 越是第五进一重中期舞者 单凭这点实力也想要跟凌云抗衡 简直就是笑话 恐怕就连给凌云塞牙缝都不够 七星破灭掌 清定天第一个出手 一出手就是他最强的手段 一套天阶上乘舞学 一刃牵魔斩 自踢金直接拿出了一把珍宝级的大刀 大刀寒光战战 爆发出一股无可撼动的声势 随后同样是用其施展出了一套天阶舞学 无道阵天杀 那层无道更是将自己的成名绝技给亮了出来 整套攻势 暗含一丝空间奥义 仿佛将凌云整个四周都锁定了下来一般 杀杀杀 三人几乎一同出手 拳击 周围所有人就见到 三道势不可挡的手段全都朝凌云轰了过去 我就不信这小子这都能不死 大多数人都在心底沉吟 唯有少数人一脸狐疑 因为他们见到 凌云脸上的表情还是那么淡然 很快 他们这种狐疑就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又是一抹更加惊恐万壮的表情 因为他们见到 当三道攻势就要落到凌云身上的时候 凌云连着轰出三道雷拳 三道雷拳 分别与三道攻势凶猛碰撞 但在碰撞后 清定天等三人最为强势的手段竟然被当场轰散 如此不堪一击 当看到三道攻势烟消云散后 在场所有人都是尽若寒蝉 无故被吓了一大跳 凌云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无疑比他们所预想的要强悍了不知多少倍 仅仅三拳 就将三个宗门的三套手段击溃 这还是人吗 但这还没完 只见到凌云的身子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化为一道残影 冲到了三名宗主的身前 然后对着每名宗主各轰出一拳 那一拳看似普通 但轰出后 练凭三名宗主竭力抵挡 但都是无济于事 最后 三名宗主的身子全都承受不住 那等攻势一般 竟一一到飞而出 场面异常的不可思议 第459章笑到最后 见到三个宗门的三名宗主全都被轰飞 在场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在他们眼里 凌云年纪轻轻 实力就算是强 也不可能在面对三个宗门的宗主时能够硬抗下来 但最后呢 凌云不但轻松扛了下来 还强势无比地让三大宗门的宗主吃了大瘪 这小子还是人吗 以至于现场陡然之间一片死寂 没有一丁点而声音 甚至很多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生怕得罪了凌云 从而招来杀身之祸 凌云的战斗力确确实实太恐怖了 该死 这怎么可能 无论是青云殿的清定天 还是自在宗的自踢金 亦或是日月阁的曾无道 此时都是重重的砸在地上 满脸写满了不可思议 他们三人合力竟然还不是这么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子的对手 这让他们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 但三人感受到自己身体上那紊乱的气息 却又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事实 以至于他们看向凌云的目光更加凶忙万千 一定要杀了他 清定天咬牙切齿 此此不除 以后必定大患 自踢金怒气腾腾 可我们三人合力都不是他的对手 又该如何杀他 曾无道有些绝望 清定天心头一横 对曾无道和自踢金道 两位 实不相瞒 我青云殿内有着一句阴魁 这句阴魁已经培育了多年 已经初见成效 不过单凭我的能力根本无法让其复苏 但如若我们三人 以及我们三大宗门的所有弟子合力 或许能够将其唤醒 但代价就是 一旦我们将其唤醒 我们的武道修为恐怕也会受到一些损伤 自踢金文言 不但没有喜色 反而还心头一领 清定天 好你个狡猾的家伙 没想到你们青云殿还有这东西 你联合我们几个宗门 想要扩大势力 恐怕等以后势力扩大了之后 你就会利用这等阴魁来镇压我们几个宗门 最后让我们几个宗门对你青云殿俯首称臣吧 自踢金可谓一眼就识破了清定天的想法 清定天 你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明心宗突然遭受大难 恐怕也跟你们青云殿有所关系吧 曾无道突然想起了什么 清定天立即摇了摇头 你们这是哪里的话 我们既然是盟友 我青云殿又岂会做出这种下三案的事情 至于明心宗的事故 就跟我青云殿更没有关系了 我跟你们一样 至今也不知道明心宗为何会突然被人灭掉 而且明心宗内的所有女弟子全都失踪 此外据我所知 不只是明心宗 清蒙遇不少势力的女弟子也都纷纷失踪 真跟你没关系 自踢金眉头紧皱 当然 我敢发誓 明心宗的事情跟我青云殿毫无关系 况且 两位朋友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烧鼻子了 你们还有心思质疑这些 如若再不动手 恐怕到时候我们三大宗门都要被这叫做龙三的小畜生给踏平了 若是如此 你们在追究这些还有何等意义 清定天苦闷地达道 自踢金稍作成云 随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道也不错 既然如此 那还愣着干什么 拿出阴魁 我们先一起杀了这小畜生再说其余的事情 同意 曾无道没有意义 得到了自踢金和曾无道的答应之后 清定天毫无耽搁 空间戒指突然抖动了一下 一句十分干瘪的干尸就突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青云殿 日月阁和自在宗所有弟子听令 立即释放出体内所有的武道气息 注入到这具音馈中 清定天立即下达了命令 全集 清定天 曾无道和自踢金率先将体内的武道之气暴涌而出 三道以常雄魂的武道气息 煞时间全都会入到了那具音馈体内 让那死物一般的音馈突然之间似乎多了几分火力 其余弟子听见命令 全都没有任何懈怠 让他们加入一个三流宗门 他们自然也不愿意 于是他们体内的武道气息也如同汹涌磅驳的巨浪一般朝涌而出 化为一道道洪流拳都疯狂的灌输到了那具音馈之上 常念 一下子变得异常壮观 也就在这等源源不断武道气息海那百川地灌输下 那具音馈终于彻底复苏 其上骤然暴涌出一股十分可怕的波动 那种波动甚至比之前那没封天身上的波动还要强盛 以至于叶武生等人都是面色大变 就连灵云此刻的面色也十分沉迷了下来 殷魁是武道强者死后 灵魂不在肉身不服的产物 这等殷魁的武道行为不曾消散 一旦将其激活 他便听令于激活者 激活者让他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 同样也能将生前那等强悍武匹的武道之力施展出来 很明显清定天所拿出来的这具殷魁实力很不简单 应该比眉封天都还要强上那么一点点 所不同的是 眉封天还掌握了血脉之力 而这殷魁显然是没有血脉 甚至他整个身体连血肉都没有 但也正因此 他肉身不但强大 而且还不会有任何痛楚 不会有任何感官 小畜生 这一次看你怎么死 清定天恶狠狠地刮了凌云一眼 随即他心念一动 那具殷魁就像是彻底活过来了一般 虽然眼眶之中纵然没有眼珠子 但是凌云却从那黑漆漆的眼眶中感受到了一种十分凌厉的目光 而那目光正死死盯着凌云 仿佛将凌云彻底锁定了一般 去 杀了他 随着清定天一生命下 殷魁身上杀一顿起 整个身体如同一道寒芒 暴冲向凌云 同时凌云的拳掌 暴风骤雨一般朝着凌云的身上招架而来 哼 区区一句死尸罢了 雷尸变 凌云面色一鸣 没有退缩 即使这殷魁有些诡异 但也不至于让凌云有所忌惮的份 一道道雷雷狐在凌云身体之上闪现而出 凌云同样是拳掌相当 与那殷魁凶猛的交战在了一起 第460章杀鸡紧猴 砰砰 庄方频频出手 你一拳我一拳 你一掌我一掌 有来有回 战得火热 但随着战斗的进行 明显凌云要吃亏不少 那殷魁不知疼痛 就算凌云的拳掌在硬 力量在磅隔 也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而他则不遗余力的不断出手 不知疲倦 如同机器人一般 久而久之 凌云的精力耗费不少 逐渐处于下风 看你还拿什么横 清定天冷冷喝道 其余人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欣喜的笑容 事情终于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了 谁笑到最后还说不定呢 凌云也愚一笑 他之所以选择跟着殷魁硬碰硬 不过就是想看一看这殷魁到底有什么诡异之处罢了 虽然一番出手之后 他看似处于下风 但对于这殷魁他已经了解了不少 见到真解 入门见识 凌云将青龙战剑拿了出来 一剑斩下 无尽的剑是笼罩整片天空 最后 凶猛的展落在了殷魁之上 那殷魁并没有其余的招数 依旧以拳相挡 枪枪 如同金属碰撞一般 一阵火星四箭之后 那殷魁还是没有任何受损 随后继续朝着凌云发动迅猛攻势 果然 这殷魁的身体应该通过某种炼制 已经堪称一把珍宝级的兵器 而由于他并无血肉 要想要将其斩杀 就只有将其身体烘碎 否则哪怕只剩下一个脑袋 他恐怕也会继续发动攻击 凌云心底沉吟 彻底对这殷魁有了了解 哈哈 小畜生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能让你笑到最后 清定天笑咪咪地道 对于殷魁 他十分自信 我看你实力不错 不如以后归顺我们三个宗门 成为我们三个宗门的殿下之臣 为我们笑命 日月阁的曾无道笑道 听见他们的声音 凌云嘴角却突然勾起了遇到冰冷的弧度 让我成为你们的殿下之臣 为你们笑命 那你们也要有这个命 你们我真拿着殷魁没有办法 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给我好好看清楚了 对殷魁越是了解 凌云的应对之策就越多 而他选择了最为简单粗暴的办法 眼看着那殷魁继续向自己冲来 他也再度冲了上去 双方拳掌再度交碰 但在这等交碰之后 殷魁的右臂竟是直接被斩断 这是怎么回事 清定天等人面上的喜色陡然僵硬了下来 下一刹那 他们就见到 在凌云手心多出了一块碎片 那是箭的碎片 那赫然正是凌云之前得到的四分之一龙五箭碎片 这殷魁的身体既然练成珍宝级兵器 普通公式根本无法对其造成影响 那凌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龙五箭 龙五箭乃是一把神箭 光是这碎片的材料 都是罕见无比的稀释之宝 虽然现在只剩下四分之一碎片 但用它来毁灭堪比珍宝及宝器的阴魁身体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只是 被斩断一条手臂的阴魁依旧毫无没有影响一般 旋即正如凌云所料一样 继续挥舞她的左臂 孜孜不倦地向着凌云轰击过来 今日老子就将你切成碎渣 凌云细血一笑 手中的龙五箭碎片不断地与殷魁厮杀在了一起 在这等厮杀下 所有人便是惊恐地见到 殷魁的左臂也被斩断了 但殷魁继续用腿横扫凌云 但很快左腿也被斩断 殷魁欠而不舍 右腿继续攻向凌云 可右腿也被龙五箭碎片斩断 即使到了这一步 殷魁依旧没有放弃 继续以肉身为炮弹 向凌云砸来 凌云龙五箭碎片不断舞动 殷魁的整个身体都化为了碎渣 只剩下一个脑袋 可那脑袋还是向凌云冲了过来 此时已经没有任何身体部位 可以帮助这殷魁脑袋作为抵挡了 龙五箭指导黄龙 将那殷魁脑袋也斩得四分五裂 最后 刚刚还强势无比的殷魁 就只剩下满地的碎渣 而凌云虽然身上的气息有些紊乱 但却依旧给人一种无可撼动的声势之感 阿三大宗门众人都是惨叫一声 随着殷魁生死 助长殷魁复苏的他们 也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伤 最严重的当属三大宗门的宗主 也就是清定天 自踢金和曾无道三人 望着这一幕 现场再度良久死记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更对凌云的实力表示惊恐 这是怎么回事 殷魁没理由会如此不堪一击 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清定天 对于这殷魁 他满怀期待 曾经一度声望等将其彻底培育出来后 能够通过他带领清云殿成为清蒙玉第一大宗门 而今日 可以说是他操纵这殷魁的首战 原以为对付这么一个小子应该是轻松之志 首战告解 但谁曾想结果会是这样 至于自踢金和曾无道等人也都是面色阴寒了下来 在那阴寒之外 还有绝望之色 这殷魁的强大 让他们都无比忌惮 可殷魁却被凌云给灭掉了 那说明灵云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他们不敢想象 也无力想象 他们只知道 他们输了 灵云一边施展万物复苏觉调息身子 一边轻蔑的看向清定天等人 我早就说过 你们在我面前 不过只是垃圾而已 让你们加入我们龙武帝宗 那是看得起你们 现在 你们还要富于顽抗吗 我不想杀人 但我也不介意杀人 我现在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到底归不归顺我龙武帝宗 归顺 我们皆大欢喜 不归顺 那你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灵云的声音响彻全场 所有人都是面面相去 浑身忍不住瑟瑟发抖 良久 连有一个人发话 果然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灵云眼神骤然一冷 顺影三千步一触即发 只是眨眼之间 灵云的身子就出现在了清定天的身前 随即灵力的攻势疯狂的对清定天轰出 那清定天满脸惊骇 立即仓皇抵挡 可即使全胜时期的他 都不是灵云的对手 更何况现在他已经受伤不清 这点抵挡就更是于事无补 最后在灵云的一套攻势下 清定天直接一命呼呼 在所有人惊恐的眼神中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杀鸡儆猴 这就是灵云的目的 果然 在灵云杀了清定天后 自踢金和曾无道等 其余三个宗门的人纷纷认怂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